我們現在在二子坪步道 我們今天是從山枝那邊的山上上來的 因為前幾天是颱風 所以整個上山的路上 真的是像勘災現場一樣 然後一進到靠近陽明山的管區 就乾淨非常的多 沒想到這個地方很冷 剛剛充滿整個充滿了霧氣 伸手不見五指 有些地方是上下 因為這是車道 你會發現左邊還有一些有碎石直路 或者是木棧道 也可以走 也可以走 就是上下可以交互走 好謝謝 好謝謝 這裡是往大圖三步道 我們要走的是這一條步道 二子坪步道 二子坪步道大概是1.8公里 這裡真的是比較冷 想說我們在平地還沒有真的 進入到很冷的季節 沒想到這個地方這麼冷 這經過颱風的洗禮 整個路面啊 就真的都是秋風掃落葉啊 現在這條路呢 左這邊有人行道 這邊是小石子路 所以老人家可以走在比較平坦的路上 目前的周圍都是樹 所以如果是大太陽來走的話 應該還蠻涼快的 前面的路都很像 現在開始有長一點點不一樣 分出了高地位置 有不一樣的木棧道出現了 在前面 前面這個涼亭 是第一個涼亭 現在這個路跟剛剛那邊的路已經分岔開來 但是殊途同歸啊 我們會到達同樣的地方 大概還剩下600公尺 沿路都是很平緩的路 也沒有什麼階梯 那除了兩邊 因為前幾天颱風造成的那些落葉枯枝啊 要不然算是很舒服的一段步道 不過現在天氣有點冷 記得要戴著外套 下面那條如果走下面那條就是走這一條 我們現在是走在上面 它這一路上啊兩條步道啊 時不時就會有這種中間可以銜接的位置 這個 你就可以走這個樓梯下去 銜接下面的步道 這應該是颱風造成掉下來的 這也是吧 前面兩條路終於要交會在一起了 那就代表距離終點處不遠了 結果這邊又開始進行分岔 右邊左邊 前面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地方了 哇就是這裡 前面就是我們的目的地了 這個地方有廁所 這個地方有廁所 歸國家公園館的地方就是個方便 現在這邊的溫度是17.5度 這個池子裡有很多青蛙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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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那條路是可以往前拉步道的 不知道我們今天不如再往前走 這邊是往哪裡呢 大豚皮 那這邊是往面天山登山口 向天池 青天空登山口 前面這一段往紫圓無感體驗場 這邊一小段有芒草 啊我想像我現在在貢寮 的草領古道了 這個紫圓的路都是下坡的路 等一下回頭就要償還了 等一下回頭就要償還了 紫圓請往左邊 該不會紫圓就是這麼一個涼亭吧 現在位置 這邊有個桿枝庭 這邊有個桿枝庭 中的美 用眼睛看耳朵 聽鼻子聞 用心感受 就叫做紫圓感官體驗 剛夠嗎 前立法委員吳子先生 提供的 提供給陽明山跟文化大學景觀系合作 我看到這一隻是 昆蟲 對 可是你看他帶著枯葉 那是他的家 對啊 回程的時候我們要走這一條 往二子坪的階梯步道試試看 我們剛從二子坪下紫圓的時候 是有很大段的下坡 現在他只是把這些下坡路 當然做成了階梯 所以在同樣這個場域裡面 他做成了兩種不一樣的活動方式 下面這個就是 緩緩的上坡 那這邊就是階梯的部分 這個階梯真的不少呢 天啊 這一段終於比較平緩了 這也太累了吧 這個紫圓走起來感覺就很像 當你很努力的 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結果 卻發現 做完了以後 成果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前面這邊 前面這邊 有一段好小好小好小的蒙草路 像這樣子 回到二子坪了 出口在這呢 所以我們剛剛是往這個方向過去 好 現在要回到停車的位置囉 這就是今天的二子坪路道 二子坪路道 出口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